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9月23号的凤凰美洲新闻让我们先来关注 字节跳动23号是要求美国联邦法院法官签发临时的禁止令 阻止特朗普政府针对TikTok的禁令 就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6号签署的行政令 美国商务部18号宣布 从20号起禁止通过美国在线移动应用程序商店 分发或维护TikTok的应用代码或更新 鉴于交易谈判进展 上部随后又将禁令生效时间推迟至27号 字节跳动23号请求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法院 签发临时禁止令 阻止针对TikTok的禁令生效 字节跳动要求法院在禁令生效之前开庭审理 并建议双方本周再提交额外简报 字节跳动在向法院提交的文件中指出 特朗普政府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 而对TikTok发布禁令 超越了其职权 TikTok做出了巨大努力 试图满足特朗普政府不断变化的需求 并解决其声称存在的国家安全问题 如果不能得到临时禁止令 特朗普的行政令和商务部的禁令 将对字节跳动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 特朗普政府当天就字节跳动 要求加速庭审回应称 当事方和法院无需根据 在极短时间内准备的有限记录 进入紧急程序 并涉入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敏感问题 字节跳动上周在商务部发布禁令后表示 美国政府此前发布的行政令 未经正当程序颁布 可能剥夺美国民众及小企业 发生和生存的重要平台 为此TikTok将继续坚持诉讼 维护用户 创作者 合作伙伴及公司的正当权益 特朗普上周末表示 以原则上同意TikTok与甲骨文和沃尔玛达成的交易 但交易尚未最终确定 细节仍存在重大分歧 并且仍需要双方政府批准 凤凰卫视王佑佑 白帆 华盛顿报道 布雷甲哥伦比亚省执政党新民主党突然宣布提前一年举行省选 有评论就认为 省长贺锦士意在趁目前民调大幅领先之际 打反对党一个措手不及 赢得多数政府的地位 不过结果可能适得其反 温哥华资深华人时事评论员马在新表示 新民主党此刻提前省选 一方面是看到民调支持率大幅领先反对党自由党 而且包括自由党和绿党在内的其他政党都准备不足 另一方面也是害怕按原计划时间选举丧失优势 这个BC省也连续出现很多新的感染源 老百姓对省政府的怨言也出来了 再加上公共治安不是太好 还有实际上经济也受很大影响 NDP着急了 如果任凭他这样走 那么再过几个月 可能这个以前最高的民调 现在呱呱呱就下去了 很容易下去 所以时不我再 马在新指出新民主党一意孤行 在疫情反弹时进行选举可能适得其反 而且选民觉得这个时候 你不集中精力去防止第二波疫情的扩散 你反而为了你们党的利益 急于来搞这个省选 民调机构Research Coe总裁 Mario Conceco认为 受到疫情影响 这届省选很可能投票率不高 这样当选的省政府 很难说有足够代表性 如果我们在一个状态 在一个状态的认识 是很低的 因为没有人在闭上你的门 没有人在闭上 人们在去办公室 谈谈政策 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个 比较低的转据 但如果这些人在选择 只有40%的人在选择 是否真的会认为 凤凰卫视苏惠文文革华报道 就广大华裔家长 最关切的孩子返校上学 以及未来学校教育问题 安省教育厅长石蒂芬来切 日前是召开了 华裔媒体圆桌会议 就强调安省将不会因 第二波的疫情关闭学校 近日安省新冠疫情严重 确诊病例激增 给安全教学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同时对于选择 在线学习的学生来说 也面临教师短缺的问题 但来切表示 省教育厅将不会关闭学校 因为学生是社会的未来 接受教育和获取知识 对于孩子们来说 是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与此同时不少选择网课的 华裔学生和家长在开课时 抱怨有时难以登陆网络教室 以及网络质量不良 导致在线学习失而中断 现在很多华裔家长担心 开学的这种混乱状况 会影响到他们孩子的 这个安心学内的学习 那么政府能够采取哪些措施 来缓解家长们的担忧呢 针对华裔家长所担心的 网课质量问题 来切表示 政府正在通过各种办法 加强网课质量 其中包括使用更好的科技技术 以及聘用更加优秀的教师 凤凰卫视腾东勤 多伦多报道 10月1号中秋节临近 IW顾近日发起了一项 创意艺术活动 在南加州罗斯密市的 沃尔玛超市内展开 在当天上午前往该沃尔玛的民众 将会在出口处看到一幅 由废弃的麦片早餐包装盒 所制成的壁画 只介绍该壁画由艺术家 Katru Phillips负责创作 整幅壁画高达数米 填满了沃尔玛商城的一面墙壁 呈现出家喻户晓的 嫦娥半月的故事 Philips表示 本次作品的灵感 来自于自己海提时期 享受麦片早餐的美好回忆 创作的动机 也因为自己 虽有部分计划 被新冠疫情所干扰 但一直希望 继续进行有意义的艺术而创作 而对于沃尔玛超市而已 这个作品的存在 不仅能让前来购物的民众 能在疫情阴霾的笼罩下 依旧感受到中秋来临的喜悦 还能传达出希望民众减少浪费 保护环境的信息 Philips最后还表示 他把女儿一起带到沃尔玛 是希望将他的传统 与他的社区一同分享 生命本身就是艺术 而艺术更是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部分 艺术能够用各种方式 将人们连接在一起 而本资创意所采用的 全部空盒内的原装麦片 都由一家名为 Rescueing Leftover Cuisine的机构 收集后捐给本地的 食物银行和庇护所 凤凰卫视林汉琴 洛杉矶报道 休息一下回来再告诉您更多 一起来看一组综合快讯 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 本周宣布恢复实施公众负担政策 在这项政策之下 绿卡申请者若在三年间 有至少12个月领取政府粮食券 医疗与住房补助等社会福利 当局拒绝他们申请的可能性较大 政策将应用于今年2月24号之后 递交及未来处理的所有申请 自去年颁布以来 这项政策经历了几轮法庭斗争 在今年7月遭一名联邦法官叫庭 指出这项政策不利于受 新冠疫情冲击 而必须依赖福利措施的移民 但本月11号 联邦法院推翻这项禁止令 政策得以恢复实行 多年来美国政府用此政策 禁止部分低收入移民入境 甚至进行驱逐 去年特朗普政府扩大政策 涉及的福利范围 进一步缩紧移民政策 中国外交部国家移民管理局 23号发布联合公告 根据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形式 及防控需要 现对今年3月26日发布的 关于暂时停止持有效中国签证 拘留许可外国人入境的公告 部分措施做出调整 自2020年9月28日临时起 允许持有效中国工作类 私人事务类和团聚类 拘留许可的外国人入境 向国人员无需重新申办签证 如外国人持有的上述 三类拘留许可 于2020年3月28日领事后过期 持有人在来华事由不变的情况下 可凭过期拘留许可和有关材料 向中国驻外使馆申办相应签证入境 上述人员需严格遵守中方防疫管理规定 3月26日公告中其他措施继续实施 中方将在确保防疫安全前提下 逐步有序恢复中外人员往来 加州州长纽森宣布 加州将在2035年之前 逐步淘汰完全以汽油为动力的汽车 以减少该州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纽森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 要求到2035年前 在加州出售的所有新乘坐用车 都必须实现零排放 包括电动汽车 氢燃料 电池汽车 以及油电混合动力汽车 都满足该标准 这项命令不会影响到民众 目前已经拥有的汽油动力汽车 也不影响民众在二手车市场上出售它们 纽森表示 目前交通运输产生的碳排放量 占加州碳排放量的一般以上 这项行政命令预计能使温室气体排放量 减少三分之一 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也将制定法规 要求到2045年中型和重型车辆 也尽可能实现零排放 强生公司研发的新冠肺炎疫苗 23号在全球多地开展最后的 第三阶段临床测试 将有多达6万志愿者参加 是所有研发中疫苗规模最大的测试 如果测试结果顺利的话 公司预计能在明年生产 10亿剂疫苗上市 强生公司这款新冠疫苗 早前已在美国和比利时 完成了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临床测试 结果良好 第三期试验将会随机挑选志愿者 仅需接受一剂疫苗或安慰剂 志愿者在接种疫苗15天后 会安排同新冠肺炎患者进行紧密接触 测试他们是否获得免疫力 强生公司是特朗普政府新冠疫苗项目 Warp Speed支持的第四家 进入后期试验的制药商 其他三家分别是莫德纳 辉瑞和阿里斯康 强生的首席科学官斯托菲尔斯周二表示 可能需要大约两个月的时间 才能招募到6万名参与者 该试验将包括没有患病的人 以及患有新冠高发风险的潜在疾病患者 组成多样化的试验团队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来关注中国两岸三地的最新消息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3号晚在北京 以视频方式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习近平表示将坚定支持联合国 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 古特雷斯感谢中国一贯给予多边主义 和联合国坚定支持 古特雷斯表示 当前世界面临疫情等危机和挑战 更加需要多边主义 更加需要国际合作 又指出有了中国的支持 联合国才能更好地履行职责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3号表示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75届 联大一般性辩论上发表的讲话 阐明了中国加强国际抗议合作问题的立场和主张 汪文斌介绍说 习近平的讲话阐明了中国对加强国际抗议合作 推动世界经济复苏 支持联合国事业等重大问题的立场和主张 展现了中国推动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大国担当 在国际上引起了积极反响 汪文斌强调 习近平的论述体现了中国坚定站在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 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借鉴 针对香港外国记者会就香港警方修订警察通力 有关传媒代表定义说三道四一事 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23号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发言人指出 去年修例风波中 一些反中乱港分子以记者之名公然阻碍香港警方执法工作 甚至袭击警员 蓄意干扰警方依法执法和其他记者正常采访报道 严重破坏香港法治与社会秩序 发言人表示 香港特区政府有关部门依法加强对媒体的管理和服务 正是为了保障符合资格的新闻媒体和记者应有的权利 完全是正当合法之举 敦促香港外国记者会 遵守中国和香港特区法律法规 停止以任何借口插手香港事务 凤凰威视综合报道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回来还有财经方面的消息 不要走开 先来看今天华尔街方面的消息 我们来看今天华尔街股市走势情况 美国主要股指全天维持跌势 在五盘过后 跌势迅速扩大 最终在尾盘科技板块领跌 那么纳指在今天的跌幅是超过3% 另外投资人仍然在继续关注 美联系主席鲍威尔 以及财长姆努钦在国会的听证 那么在这两天 他们两人也是表示了 美国经济可能还需要进一步财政刺激的支持 同时华尔街也是担忧 美国经济的复苏速度可能正在放缓 那么在道指方面 今天一些大型的道指成分股都是领跌道指 其中苹果是大跌超过4% 而包括波音以及微软等一些重要的成分股 今天的跌幅都已经超过3% 那么在道指盘中呢 有非常多的成分股 今天的跌幅都接近3% 比如说工业股 陶士杜邦 卡特比勒 以及一些大型的电讯类的个股 迪士尼等等 在最终尾盘的跌势都是迅速的扩大 那么在道指盘中 今天只有个别的个股是维持涨势 纳克受到盈利强劲的提振 今天盘中股价大涨超10% 那么最终尾盘收盘仍然是在8%的上方 另外今天强升也是受到利好消息的提振 全天维持股价上涨 但是涨势不是非常明显 而在标普外指数方面 今天能源板块仍然是全天领跌 收盘下挫4.55% 科技板块下跌超3.2% 也是跌幅居前 另外今天原材料板块 房地产板块的跌幅都接近3% 那么其他还原板块多数的跌势 都已经超过2% 传统的币钱板块 公用事业板块 以及必须消费银板块 和医保板块 最终是收跌在2%以内 另外医保板块在五盘 仍然是维持一定的涨势 那么在尾盘是继续转跌 而原材料机会价格今天是收涨0.3% 黄金机会价格今天大幅收低2.1% 美元指数全天维持小幅上行 以上就是星期三 美国股市情况 方后卫视陈清伟 纽约报道 再来看由TDMATRADE 美利证券所提供的 全球财经指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上全球财经指数 由德美利证券赞助播出 最后来看全球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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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就是这些新闻 选择 选择State Farm 让您稳健一生 中国东方航空 全新启航 静候您到来 劳力市华人独家代理 李宗盛 翡翠金城 纽纽约人寿 传家之宝 华明胜律师事务所 联合赞助播出